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无法体会到过去四个月的与众不同 对于肖战而言恐怕此生都无法忘怀 一句凡此过往 明居于心包含了太多情感了 好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人蓄意抹黑肖战也有人敢站出来说公道话 最近一官博再次发声直言喜欢肖战和小飞侠 然而粉丝的一句话却让人感到莫名的心酸 如今的肖战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从生活到工作都是如此 因为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会有直黑从中作梗 为了不给别人带去麻烦 肖战拒绝了很多资源 这样一来虽然工作没有那么忙了 但是肖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公益 肖战很早就开启了公益事业 如今更是准备将爱意放大 带到更多需要的人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了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 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公益项目 看到了扶贫产品体验观 一路走来的公益力量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肖战 也认可了他和他的粉丝 其中肖战现身于线参加公益助农溶媒型的活动 更是名声大噪 不仅诸多官媒相继发声 还有很多的高层次的官媒 也对肖战进行了点名表扬 看到这一幕幕 肖战可能并不会有什么感觉 只是会继续努力而已 但是对于粉丝小飞侠来说 却是打心眼里的高兴 因为面对肖战被诋毁被欺负 粉丝心疼 但是却又不能直截了当的扭转局面 只有得到更多的官博官媒的支持 肖战才能够越来越好 果不其然 很多原本对肖战无感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的路人 如今一提到肖战 也会赞不绝口 因为他们知人切切的 得到了肖战和粉丝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家口发布的官博不止一次发声 最近再次发声 不仅对肖战高度认可 还认可了他的粉丝小飞侠 张家口发布官博发布视频 内容是余线的青纱烧制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文案是歌词 但是却写着我多喜欢你 并且在这句话之后 点名了肖战工作室和小飞侠 官博如此简单粗暴的 对于肖战和小飞侠说着喜欢你 说明对肖战和他的粉丝 是高度认可的 在看到官博的再次发声之后 小飞侠的第一反应就是感谢 感谢有名人分得清是非的曲直 也能够看得到肖战和粉丝 真挚的爱意与付出 与此同时 小飞侠也对肖战表示感谢 因为选择了他 并且追逐了他 在这条路上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做了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小飞侠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也是被人喜欢的小飞侠 小飞侠的这一句话 莫名的让很多人都感到了很心酸 不是因为矫情 而是因为四个月的经历 心中的确是有很多委屈 有很多人都戴着有色眼镜 看肖战和小飞侠 在抵毁焦焦的同时 小飞侠也被定了各种标签 背负着骂名 所以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很多粉丝才会有所感触 不过好在陆海长 天总会亮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